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卖方的行为符合欺诈非法转售等违法行为 消费者可以向卖方追责 要求退还差价 赔偿损失等 建议消费者先不要自行取消订单 首先应该通过其他账号搜集商家有房涨价的相关信息 然后商家进行协商处理 如果协商不成 再与订房平台联系客服 说明情况 依据电子商务法相关规定 消费者在电子商务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与平台消费者经营者产生争议的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 如订房平台仍无法解决相关问题 可向12358进行价格投诉 并且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督部门进行投诉 如未能解决自身的合法权益 可向法律提出相关的诉讼 对于这种情况 消费者可以向平台方提出索赔的要求 要求退还高价差额 如消费者差额未得到相同的成 且商家有欺诈的相关的行为未议订单 消费者可以提起相关的诉讼 要求商家赔偿因本约而致使自己遭受的相关损失 建议消费者在协商解决前 先不要自行取消订单 在订单被取消的情况下 消费者可以要求继续旅行员合同 要求商家提供入住服务 消费者需要仔细阅读酒店的合同和保险条款 了解自己的权益和责任 以及可能的保险范围和赔偿范围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在预定酒店的时候提前截图 留下相关的证据 消费者需要注意了解酒店的政策还有程序 包括临时变更和取消的政策程序 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如果遇到相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消费者可以拨打12315热线 或者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首先要在正规平台订房 如有条件的 最好选择保障措施多一些的酒店和房型 如退一赔三 尽量避免自身的损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